你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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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带了 没事 哥 郑义 你干嘛去了你 喝这么多 没事 哥 那个家里还有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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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去吧 去睡去吧 用没有夫妮酒 喝啊 没事 没事 改善 喝啊 真行 还有心思喝酒 你也不用埋怨他 他心里边也苦 他也难过 怎么办呀 这下怎么办呀 扔了吧 扔了 你去扔吧 这些都是钱 方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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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来这么早啊 方大姐 最近啊 咱们社区居民反映 有人哄骗老年人 来买着假冒伪劣的保健产品 对这个意见很大 方大姐 就连咱们小区啊 也有住户 参与贩卖这个东西 方大姐 多齐干事 你别进了我的办公室 一口一个方大姐方大姐的 你能不叫我大姐吗 你叫我方专干 你说你叫得多不严肃啊 是吗 坐 你刚刚说了 我们小区里有人 贩卖那些假的保健品 这 我可告诉你啊 这些假保健品 如果吃出人命来 把它抓起来枪毙了 那也算是便宜它了 这事说起来 还真有点复杂了 你说这保健品吧 都是老头老太太们 主动去买的 也没人强迫他们呀 这个报纸上只是对 这保健品的销售方式 产生了质疑 这也没说明 到底该怎么办啊 那个住户叫什么名字 具体办这事的小伙子 还真不住在咱们小区 但是呢 经常住在他哥哥家 他哥哥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叫赵正大 赵正大 那他弟弟呢 赵正义 正义啊 你看看你那德行 你干什么呀 你别把自己都喝成那样 跟彭子在酒吧聚会 好大事 能管 没啥 你的心可真大呀 老头老太太 都把货退到家里边来 你还有心思玩 我刚好没告诉你 把他扔了 哥哥 那不都是钱吗 扔了不都浪费了 放开了 等我找个机会 我给他卖出去 等吃出人命 你就老实了是吧 吃出人命 到未必 就是治不好病 你说 正义 我觉得你也没必要 为了卖这些东西 管那个满大街的老头老太太 叫爹妈的 嫂子你不懂 那是营销模式 你知道吗 叫 叫爹叫妈显得亲信吗 是啊 现在你那些爹妈 不是一转眼就翻脸不认人了吗 把东西全退回来了 真是 行了 行了 吃完了吧 然后 行 那咱们去穿衣服去一路院了 你来吧 快 我要去 我去穿了 快去 快 那个股 给他穿上衣服 来 你说你怎么就不知道天花 你没进去 开门去 开门去 来了 来 来了 是赵灯带还在家吗 发言 方长长 你们认识吗 你先回去 给 那这些假保验品呢 拿回去 你就是他哥哥赵灯带吧 我是 我是街道办的 那请进吧 这是 小姐的妈 方阿姨 您 您喝点茶 赵灯带 金话统一等奖 怎么了 当这个金牌的主持人 赚了不少钱吧 你看你们家这房子 租的 租的 那租金也不小啊 不容易 我怎么说你呢 我怎么说你呢 你是他大哥 知道你弟弟在外头干了些什么吗 每天颠的那些假保健品 跑到社区里去忽悠那些老人 出了社区 冒充副总经理 忽悠我女儿 说得严重一点 他就叫骗财又骗色 阿姨啊 您是社区的干部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他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您告诉我 我批评他这都没问题 您这个 靠了这么多帽子 这太侮辱人了吧 你说我在侮辱他 你问问他 他干了些什么 正义 拿了假保健品 骗那些老人 有这个事吗 冒充副总经理 跟我女儿相亲 你有这个事吗 舔着脸到我家里去蹭饭吃 有这个事吗 跟你哥说呀 我侮辱他吗 他撞起事情 我侮辱他吗 正义啊 有这事没有 怎么不说话了 知道错了是吗 你看 他低着头不就默认了吗 这事真是的 你说你当大哥的 成天在电台里边 胡说八道 怎么就连自己的弟弟 你都不知道 好好地教育教育啊 这是谁呀谁呀 谁在我们家飞扬跋扈的呀 你是谁 我爱人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看看你怎么管 正大的胡说八道 怎么管正义的骗财骗色 赔偿 凭什么赔偿啊 那些老头老太子钱 我们已经还给人家了 干吗还有赔偿啊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跟我说话 我是一个市区干的 市区干不算什么呀 这么大的一个官 吓唬谁呢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正义 嫂子问你 你是不是逼着那些 老头老太子吃那些药了 说话呀 没有吧 你也没逼着他们吃药 他们是自己愿意的 再说了 也没吃出毛病啊 就算是吃出毛病了 那也得医院给证明啊 用不着你社区干不来说三道四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那些老头老太太 他们会闹到社区吗 他们闹那是他们的事 出什么问题了吗 有什么证据吗 给一个说法 我没有说法 阿姨 我们赔 不赔 要赔你赔啊 我告诉你啊 尽管妈妈让你跟那个 赵润怡一刀两断 要不然的话 那个后果要说有多严重 就有多严重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在学校呢 你挂了啊 你说你们俩 俩大男人 连个社区老太多都摆不平 这要是我 我就是不赔 赔就赔吧 反正咱们也理亏对吧 你啊 你就对别人那样 嫂子 嫂子 行了 别说了 行吧 这件事情 咱就到此结束吧 我谢谢你 对我的好心帮助 行了 甭谢 以后啊 少惹事就行了 嫂子 咱们还去面馆吗 去啊 当然去啊 不去怎么行啊 快去换衣服吧 跟嫂子去面馆 好 孙子 还不处睡啊 嫂子 我不是刚拉了个人 路过这块 也没什么事 不过来 看看 行了 喝点水 赶快去抓钱 对了 嫂子 就上回那小子 没再来吧 谁呀 蔡亮啊 自打那事以后啊 就没来 郑大还说呢 让买那两万块钱呀 还给他 什么 还给他 还什么还呀 那是这小子应该掏的 我还觉得掏少呢 没错 我也这么想 他是拿两万块钱 买个心安理得 对 嫂子 我就觉着 这小子不敢来 是为什么知道吗 那是怕正果认出他来的 正果要能认出就好了呢 五百万 我这面馆啊 得卖多少面 才能挣回来呀 草子 我有一个朋友啊 跟我说 南郊那边有一个大夫 正门用草药治病 他说 对正果这病啊 可能能有败了 行嘛 那那么多大医院都不行 这江湖郎中管用 草子 这都治多长时间了 大医院一点招都没有啊 所以说我觉着 这江湖郎中 说不定能真能管点用啊 能试试啊 对呀 行 哪天那你带我们去 行 这样 我呀 先接住接住他 我觉得靠谱 这个研究研究这个时间 他要有时间 我带你们做的 好不好 行 好吧 盛子 谢谢啊 可以 外道了不是 嫂子 咱这一家人可不说两家话啊 好 那回头 您跟正大老师说一下这事 你让正果是他妹妹 行 好吧 嗯 你在晚上跟谁聊天呢 又是那个赵正义吧 我的事儿你别管了 我不管 我不管行吗 你不知道赵正义这个人 有多么危险 要是以貌取人 要是以名字取人的话 你就是这个江湖骗子的 一个牺牲品 这一转眼 我拉了你都两三年了吧 是吗 我没丧 他不太了解我这人吧 我以前当过兵 后来转业以后 给一个老板 当司机 捡保镖 那时候我身子呀 我有一个女朋友 我挺喜欢她的 后来您才等着 她给我那老板 当上小蜜 跟她跑了 嘿 就给我气的 班也不上 工作也辞了 那你是不是 还恨那个女孩 我当时 拿刀把她们俩捅的心都有 不过现在也行 不值 这就对了 你要是还恨她 说明你还爱她 对吧 您这话绝对在这 不过就从这事上 我就特别瞧不上 那些有钱的 您说这老天爷 也是公平的 谁生下来的时候 能比别人好哪儿去 对不对 生来的时候都一样 你说你都有点钱 你对别人好一点 经常给别人点笑脸 谁也不能说你 现在这些有钱人 拿着钱去轻视别人 这社会的不公平 往往 还就是从这个轻视开始 你别说还挺深刻的 怎么样 那后来又碰到没碰到 中医的女孩 我瞧上的 那我也没瞧上的 其实你人不错 他们不了解你爸爸 只是你这个脾气 是是是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对了 哥 有句话 我不知道 当说不当说 你说的 我觉得吧 嗓子真 多鲜 你得看对正如 比对自己亲妹妹还好 这样的女人 那这灯漏弄难找啊 回来了 你没睡啊 嗯 等你呢 要说点事 什么事啊 郑果的事 怎么了 咱们呢 咱们呢 股是不是又头疼了 没有 是这样的 我觉得大顺的这孩子真不错 他呀 处处为这不错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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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这是 回来的路上 一路上大顺的来说你的好话 这回来你就说他的好话 互相收买了吧 他是不是到你那吃面不花钱呀 你是什么话呀 我一碗面就能收买人心啊 你太小看人家了 他这么说 说明我做得好 我要做得不好 人家干吗说我好啊 这自我感觉真好 你呀 你就是井底之蛙啊 你就是井底之蛙啊 你以为你自己什么都明白的 你出去问问你 谁不说我咒语权 我能干 我善良 就你不觉着 哼什么呀 什么意思啊 对对 你好 你都对 你五分 就五分 你刚才不是要说事吗 什么事 心情跟你说 说就算了 别说了 你不 caso 千明就是一个 你 reel greenhouse 好了 请问你找谁啊 大姐 我跟您打听一个人 赵正义 二哥 来 进来吧 进来坐吧 来 进来 进来 行 来 进来吧 进来 进来 快休息 果果快 去叫你二哥起来 快 二哥 二哥 嫂子 大哥出去了 二哥不在 不会啊 咱们刚才去买早点的时候 他不是还没起床呢吗 那要不大姐 我先走了吧 别别别 既然都来了 坐会儿吧 来 坐会儿坐会儿 那个 吃早点了吗 我吃过了 吃过了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中学教英语 教英语 英语老师好 给同学们补补课 还能收点外快呢 对了 我们家好好以后上了学 我就找你了 行 推学 谢谢 那个 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我爸是绩效老师 我妈都退休了 不过他原来在国企 是做人事的 家庭条件不错 对了 对了 我们家正义啊 人可聪明了 有女人缘 陶女孩喜欢 不过啊 她不划心 行 喝水吧 没事儿 那大姐 您看时间又不早了 要不我先走了吧 我上午还有课呢 还有课呀 那这样 没事到家里坐 行好嘞 那我先走了大姐 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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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吧 你说你躲什么呀躲啊 人家姑娘躲好啊 我看呀 比那小麦强百倍 嫂子你别管了 是 看你哪冒出来的 你既然叫我嫂子 这事啊我就管到底了 正义 我觉得那女孩不错 你要找上人家 那是你的福气 我知道 可是 可是我 可是什么呀可是 你大男人的老可是 你是不是觉得自个儿配不上人家 你哥当初都能把我追到手 你连你哥那点勇气都没有啊 笑什么笑啊你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 我告诉你 当初啊追我的人多了去了 我连嫁给杨都不嫁 是 现在有我哥在追你的人不也挺多呢 现在不是还有一个那个阿尔蒙 少来啊 把你嫂子开玩笑是不是 说正事 怎么着 你看没看上那女孩 肯定是看上了 是吧 要不然 你早出来把她撵走了 既然看上你就抓紧点 家庭条件又不错 再说了嘛还是倒追 到时候啊你就省心吧 哪儿那么容易啊 那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喂 嫂子 您在哪儿呢 你后面 嫂子 郑哥哥 郑管 怎么 又是路过 对 过来看看 看看郑果吧 不不不 没有没有没有 嫂子 我过来看你 有点话说的 那个 上回我跟您说那个 中医那个事啊 我找他了 但是这个人特别的忙 我好说歹说 他答应给咱们挣点时间 帮郑果看看 好啊 好啊 那个 那您跟郑大老师说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说呢 没事 那咱们先去 要不然回来再跟郑大老师说 行行行 那个 那咱们上车 郑果好不好 走 走 走 来 我想坐那儿 坐那儿啊 好啊 你去坐去 以后那是郑果专座 好不好 去去去去 好的 往这儿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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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 老伴 中午出来一趟吧 我的同学的儿子 刚从海外回来 你过来见个面吧 不去了 不是跟你说一下 我还有事呢吗 挂了啊 饊了 你住 怀小姐 好的 正在闭尖 庞名 喂 你好 我是丁方文 我 我早上去过你家了 那个早上我有点事情 先出门了 我知道 那个中午 中午你有时间跟我吃个饭吗 好 好 那我等电话哦 拜拜 哎 嫂子 我跟你商量事儿吧 那 我想带郑国出去转转去 她出去探也不容易 坏儿 那行 去吧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放心 嫂子 走了啊 早点回来啊 走了啊 走 帮 Deus 我不客气 你sein 你 dread 行 丁老师 你好 丁老师 你来了 丁老师 那个中午想吃点什么 我请你 行了 那个 去你嫂子那边馆 我还能顺便看你妹妹 也好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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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我下午没课 没课 你这没课你要跟我出来这 这谈情说爱的 不然要有什么事 这责任我可负不起 那 那谈情说爱也算正事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事比工作还重要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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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边什么东西啊 特别高的那个 那个啊 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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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楼机你知道 就是人坐上就 就下来了 你敢玩吗 经验 我不管啦 凑对 走啊 就我让你搞电影 我就跟你说电影 我让你说电影 走啊 走啊 走 走了 二哥了 你这带丁老师来这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没有 那个小丁老师 喜欢搞那突然心心的 嫂子好 狗狗好 姐姐 来 进来坐吧 还没吃饭吧 没呢 所以带小丁老师过来 尝尝咱们家的面 也算给咱家蓬蓬炒了 不行 莫晓 你啊 让她带你去吃大餐去 不用啊 嫂子 吃面挺好的 你看什么呀 吃面挺好的 嫂子咱甭客人 丁老师都是自家人 咱就吃碗面 咱就吃咱家招牌那大肉面 行 行 好 进来坐吧 走走走 来 来 来 没事没事吧 我没往心里去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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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那好 那好 那叔叔呢 您慢点走 有空 我的家来坐 好嘞 好嘞 那从这边出 再见 拜拜 走了 拜拜 乔真意 站住 你好啊 你骗人居然骗到我们家门口来了 你这个骗子 妈 阿姨 阿姨 您误会我了 我误会你了 你做的那些事情就是秃子头上的狮子 那是明摆着的 如果你继续骚扰我女儿的话 我跟你没完 妈 你别这样了 这儿没你的事 阿姨 您能别这么对方文吗 怎么了 她是我女儿 我怎么对待她 那是我的自由 如果你再对我女儿纠缠不休的话 我马上报警 妈 她真没对我纠缠不休 你认识她才几天 我养了你二十多年 你就替她说话了 阿姨 您太霸道了 滚 行行行行 没事叔叔 阿姨 再见 你走到哪儿都是个骗子 爸 站住 爸 你太过分了 你看看 这孩子这么大 人家空间不错 我们再给他一点空间 再给他一点空间的话 他得把我们俩 踢到骨灰盒子里去 我错了 我错了行吗 您消消气 他卖你那个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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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那他来干吗 没有 我偶然碰给他 来 滚 来 身上给喝一杯 不好闻 不好闻 是不好闻治病啊 喝了他 就不用去做高压养了 快喝喝 来 身上喝了 真棒 就是 乌乌加油啊 真棒 大口喝 那个什么 嫂子给你拿碗糖 都喝了啊 老婆 回来了 你这脸色不对啊 你俩什么味儿啊这是 我给你裹啊 开了点偏方 重要 探探完了这个 什么偏方啊 那管用吗 怎么不管用啊 不管用人家都排队 苦不苦 苦啊 来来来 给你这个 来来 吃这个吧 吃这个吧 好好好 别想在这里工作吧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早上起来 你还把人小丁 拒绝在门口呢 那下午就带人去面馆了 非得行呢 是 女追男 隔层杀 不过你也太快了 这么快就让你俘虏了 俘什么虏啊 中间还隔着一王母娘娘呢 谁啊 来咱们家闹事儿那社区干嘛 把他看紧一点的话 他一定会变成 超大力赎果的终极客星 老公 你的家人 有你的那兄弟 带兔投降了 状况解除 祝福你 除害可兴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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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哥 小兔子 对 小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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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兔 白油白 两只耳膏 说起来 白油白 白油白吃菜 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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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子 画得真像 一样的 一样的 对 一样的 我画的 你画的 我画的 大哥 你怎么找到我们家来了 我打你电话 你关机 你们公司人说在这儿 我就找来了 那进来说吧 我就不进去了 就几句话我就在这儿说吧 是这样的 你跟果儿以前不是在一个叫 超凡动漫公司干过吗 当时你们做了一个动漫叫 兔子 斗热咪 对吧 对啊 怎么了 我们家果儿现在想起来 那个兔子是他画的了 那么大夫就说呢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看能不能找到当时的同事啊 朋友啊 这对他的康复有好处 其他人我也实在是找不到了 所以我就 大哥 可是我 蔡亮 你去吧 任何是你心里的一条坎 你得迈过去 那 秋儿 谢谢你啊 那菜俩 我们 行 您 您等我一下 好好好 果儿 你好好看看 你觉得这里边 哪个是你画的 找的 你不能那么问 也得循序见见 果儿 想看哪个碟 二哥放给你看 好不好 来来来 大哥 滚 果儿 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来 二哥 嫂子 果儿 果儿 来来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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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果儿 你还记得我吗 过去咱们两个一起画画 你画完了 我帮你改 你还有印象吗 这蔡亮还真行啊 我还以为她来不了吗 她还真来了 我也担心呢 我跟你说 那五百万要是真是她秘的话 她能真心追郑公吗 不过这梁哪回事呗 你看我 我看你 我看你了 你你不懂 怎么知道 我看你了 你不懂 你呢 你不懂 我那意思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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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意思 我看你了 你不懂 在电脑前 在纸上画画 涂鸦 除了这些 你还会做梦 那时候咱们两个人 经常梦想着 如果中了五百万 那我们会怎么样去生活 会怎么改变 那时候 你把我们这些梦想 我们这些像肥皂泡一样的梦想 都画成了画 画成了卡通漫画 你把这些画 都贴在我那个 租住的小地下室里边 贴得满墙都是 怎么样 小同学 那住哪儿啊 咱们住这儿啊 大哥哥咱们一块都住这儿 不是 我是说 咱们住在哪一块啊 那我还真没想过 在这儿吧 离河边去 河边和这样穿啊 对对对 这样开公司好 嗯 有别墅啊 花园 有车 那个时候的感觉 就像真的 就好像就在我们身边 一把就能抓住 可真的去抓 就什么都抓不住了 那时候没什么钱 可你的这些梦想 让我们的感情 有了温暖 阳光 郑国 对不起 我不应该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你受伤的时候我离开你 我对不起你 我真的没想到我 你一直在那些梦想 那我还未来 那我把这些梦想 可以开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